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常里往往遇到意想不到的危机事情发生 我们要注意防范这些事情发生 保持自我警惕和安全意识 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工具来预测事情的发生 太罗牌目前作为我们最准的确预测工具 老规矩 一 保持心情平静 头慢慢向上呼一口气 从下面塔罗牌当中 选择一张你最有感觉的牌出来 选一张 不犹豫 欠物反复抽取 占卜结果 人际关系 危险指数百分之十人际关系 危险指数百分之十单身者 你的生活状态不错 过得有自有为 工作上也顺心顺水 你还有可能得到一心的追求 遇到喜欢的也要主动追求 这样的脱单概率就更大了 同时也会有小的事情发生 你也可以很快解决掉 不要拖延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用太多担心 身边的朋友会帮助你的 所以你的遭遇危机也不会太大 有伴者 工作上得到领导重视 和同时的支持和照顾 你人际关系中特别好 为人谦和 有才干 同时你在感情方面 正处于潜秘阶段 彼此相互喜欢 看路心扉 彼此信任 正在撒狗粮阶段 身边的朋友们也非常羡慕 你们能找到彼此的伴侣 但是会容易受到小情绪的干扰 你要记住的是感情是非常脆弱的 也不能因为两个的状态 甜蜜 而做出不合理的事情 首先要尊重对方 不能说出和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 整体说 遭遇危险的系数很小 不必过多担忧 必出乎意料的事情 危险系数是65% 这个时间段你充满激情和活力 对于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你都全力以赴去做 在别人眼里觉得 不值得或者觉得你是傻子 但是你自己认为这个是值得投入时间和成本的 虽然有激情 但是你也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做事情还是三分钟热度 七分钟就开始放弃了 因为你没有详细的计划过 所以你往往会在这些事情白折腾 在爱情方面 单身者 由于你自己害怕单身其内心的太渴望 吓跑了一个不错的异性 有伴者 由于自己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让另一半感到不愉快 在工作方面好生心较强 经常想到不错的构思 就会立马着手去做 说明你的心动力很强 但是你不懂得为人处事 是太炎凉 没有事情 没有何与同事方案和商议 所以 导致会有一些你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 使得你做工作的过程中手忙脚乱 不管在日子仍是作业中 有热心都不是一件坏事 但不能隐管放纵自己 使自己在先去理智 想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工作 不然 将会给你的日子 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和危机 虽压力问题风险指数75% 爱情理 你又惧怕令女伴回诈骗你 做出色伤你的工作 所以 整日惶惶不安 想入飞飞 工作中 你忧郁会有小人害你 因而只是有一点风吹草动 你的神经都很清明 其实这些都不是你猜想出来的 你在日常生活中现已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你不敢去验证 因为得到的结果也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所以 你选择了沉默 但你的潜意识里还惦念着这些事情 所以近期你的尽力潜安 做工作很简单犯错 对你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必定的影响 但逃避并不能改变事实 它只能摧残你 甚至阻碍你的生长 尝试着去面临你心里真实的惊骇 才能处理现在你遇到的危机 而不是任由它支配你的情绪 影响你的精力 低河 它仍发生矛盾危险指数百分之五十 因为你的坚持自己的想法 觉得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没必要让别人否定 你相信你是对的 所以当别人建议或者跟你讨论 你都觉得他们适合你敌对状态 不支持你的人 你会选择冷落或者嘲讽他们 这个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增加你们的矛盾 同时也给你心里面造成很大的伤害 做起事情来也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爱情里 你们彼此的感情也是不容乐观的 对方每天都忙于工作和其他事物 对你不管不顾 使得你更加气愤 即使回到家 也是大眼瞪小眼 感觉也没什么好说话的 对方觉得你太霸道了 什么事情得按照你的思路走 所以产生了不必要冲突 不管怎么样 你要学会换位思考 多多站在对方角度去想想看 不管这段时间你遇到什么意外事情 一定要沉着冷静面对 同时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谢谢大家的观看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